Bill Gay在早兩天在北阿力桑拿大學發表演詞時 為他們這個學校的考生說了五個建議 這五個建議是鼓勵大學生 第一你的人生不是一個劇集 第二就是再聰明的人都可以感到很困惑 第三就是讓自己去做解決重要問題的工作 第四就是不要低估友誼的力量 第五就是休息不等於懶惰的行為 為什麼他會無緣無故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他發現年輕人很多時候 在他的人生上離開他讀書的時間之後 就有一些錯誤的想法 那個錯誤的想法其實都可能很單方面地把一些事情去想 尤其是他提到即將畢業的同學 經常都受著因為要為自己做一些決定很大壓力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第一份工作對我們自己的影響很深遠 是的 無論是第一份工作或者你做了十年的工作 都不需要是終身的職業 是的 這個是他第一點說到 然後第二點就是再聰明的人都感到困惑 職業裡面總是會遇到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但是他說不用怕 可以聰明 聰明的人就會懂得學習的 重點就是不要怕發問 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去踏出第一步 第三個說法就是讓自己去做解決問題的工作 他說現在世界確實有很多問題 很多重要的問題 也有很多公司的產業會就這些問題做回應 這個代表是可以 這些解決問題的東西除了可以謀生 同時也可以幫你帶來改變 是的 第四點就是不要低估友誼的力量 他提到他跟微軟有一個拍檔是同學來的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競賽 結果這個都成為了自己事業將來的一些基礎 另外最後那一點就是休息不是冷淡的行為 他說很多人年輕的時候 顧著上班就不休息 甚至不會讓自己放假 他就提到很多人長時間去工作 可能都忽略了很多事情 他就說需要休息的時候就要休息 是的 這是你應得的 那你怎麼看這個有錢人 全球那麼出名的有錢人 會說這些說話是為什麼呢 他分享了他的過往人生給我們 濃縮了五個項目給我們聽 人生不是一套劇 其實他講得很好 每一個人的人生 自己是一套劇的導演 你要演成怎樣是自己去決定的 就不是別人去演你那套劇 不是別人去導你那套劇 是怎麼演 現在很多人是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人 自己人生的主權 我們那套劇不是自己去演的 是和一群人一起演 在你身邊的環境一起演 但是那套劇演成怎樣呢 或者怎樣去演好它呢 是我作為一個導演去做好它 他只是說沒有 他隱藏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是個導演 如果你沒有了自己的導演 這件事 你自己沒有了自己的主權 去做導演你自己的套劇那時候 那套劇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人生所謂的意義 就是作為一個導演 他怎樣去拍好自己每一件事 嗯 就是這樣 其實是說他自己分享了 他就是他自己拍了自己的套劇出來 嗯 他套劇其實是 抹現了他自己的人生 他有了錢之後 就捐了一大堆錢出來 他都用不用 捐了一大堆錢出來 他都是繼續數一數二的首付來的 即是他捐多少都是有的 嗯 嗯 嗯 他當時說他捐的是他當時有的資產 是捐了的 是捐了的 但是他都沒有 捐了九成 不不不不 他剩下來的那些都夠他吃十世不憂 是的 然後捐了之後 捐了大部份之後 一樣是手一數二的 捐不捐 其實多到天文數字是沒有意義 其實錢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就知道 其實他的主席就是 都幫我們知道 他做一些他自己覺得 可以幫到人改變問題 那個人 他下一步就在說 你要找一些工作 是能夠改變到 即是解決困難的工作 嗯 那你就可以幫到人幫到自己 嗯 你也可以向前走 也可以推動到世界向前走 這個他叫做分別 那些外國人最喜歡說的 那些外國人 對不起 那些外國人最喜歡說的 即是要令到這個世界由你去改變 嗯 這個特別是在美國 他們很流行說這一句 是的 但是你覺得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會不會明白這幾句的意思 不明白的 大部分的年輕人 因為他的命運掌握在他的父母手上 而大部分的父母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哈哈哈哈 嗯 我可以這樣說 我這樣跨下海口 大部分的年輕人的生命 太過給父母 勒得太實了 嗯 勒得太實了 勒得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去 抒發自己的真我性情出來 嗯 那他唯有就怎樣 他就用那些貧輩去認同自己 那所以如果那些貧輩做什麼 他們就去做什麼 但是他們自己不會獨立思考一下 那樣東西適合自己 嗯 就是我最近聽到 今天我又有一宗新聞 就讀 就是我家人讀給我聽的 就說有個年輕人就說想去移民了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想走 是啊 因為大部分年輕人都想走 好了 他們不想自己去到怎樣的 怎樣賺錢的 只是說叫爸爸 就是叫他父母 然後就給了那副身家 可能有幾十萬職速 叫他給了他 然後他就賺錢 我就想想 然後我家人就跟我討論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問我 我說很簡單 我不會給他整副身家 如果他問我的話 我說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不會給你整副身家 不過我會支持你這個決定 那是怎樣呢 我買一張單程機票給你 你回來就回來 你回來就回不了你的事 因為你很狠 跟我說 有多狠 他說要離開 他闖他自己的天空 這個世界 為什麼不讓他去呢 不過你要問我 把我的身家全都拿 就沒有了 我唯一能夠給你的 就是一張單程機票 不過如果你說 一張單程機票不夠生活 OK 我給你六件行李的競倉費 我給你六件行李給你 電飯煲也幫你買一買 你會煮就知道 你不會煮就知道 你餓死在那邊 你不要想著我救你 sorry 我不會的 你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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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塊餅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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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的 他都不會穿 不就餓死 沒用的 然後他就說 你猜那些人 如果父母真的給了錢 他就說 他就等死在那邊 我說不會 我會有兩條路 因為死亡那個 就剩下一張單程機票 死回來 嗯 蠢那些 就把那張單程機票 那張錢 在那邊 躺街死 嗯 沒問題 如果他真的自己 如果他真的聰明 他一定會賺好 嗯 你去到做什麼都可以 你肯做就行了 說真的 香港怎麼會沒有工作 那些飯餐店 就一直在請人 嗯 你們不肯放下身段去做 還有你說 是不是真的第一份工作這麼困難 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大學學位 你找第一份工作是困難 因為沒有一間學校 沒有一間公司 願意請一個人回來 我這間公司 變成訓練學校 就好像學徒訓練一樣 然後你學會了你就離開 我對我公司也沒有什麼保障 這個是事實 就是我們看東西 就多角多圍去看 就是不要只站在一個角度去看 現在的議員就只站在一個角度去看 就站在他自己的屁股角度去看 就不看世界是怎樣 互相去 好像螺絲或者齒輪一樣 你已經一發移動前身那樣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就說 大部份父母都不認識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以為讀完大學就必須找到工作 沒有的 哪一個大學校長說 保證你找到工作 沒有的 因為大學不是一間 一間居股訓練學校 不是一間職業先修學校 大佬 不是這樣 另外 郭佳潤 做什麼 不要看輕友誼的那個力量 這個是事實 你身邊的朋友是影響你 雖然我都說了一句 你今時今日圍了一群什麼人 你十年後你就知道 你自己的生命 和你自己的人生活大約 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肯定 如果你圍著一群煞煞滾的 那你將來就是煞煞滾 對嗎 如果你圍著一群 有堅持性的思維的 不停喜歡去解決問題 不一定是幫人 幫自己去解決問題 都是一個成就 自己解決到自己的問題 這個世界就沒有問題 人人都解決自己的問題 做什麼問題 現在太多人去等別人 去幫我解決問題 那就大問題 對不對 你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每人走一步 這個世界就向前走很多步了